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在古代,古人常常用黑豆来喂马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喂马就是让马儿吃饱喝足 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事实上,这里头的学问可不少 有经验的养马人往往会在饲料里加一点黑豆 马吃了以后不仅长得彪肥体壮 而且它的耐力要比寻常的马还要好 所以我们说千里马是怎么来的 首先在饮食上就有很大的讲究 渐渐的,人们也发现这黑豆真是好东西 好在哪里呢? 养老书记载,有个叫李守渝的人 每天早上起床以后,别人吃早饭的时间 他先吃上一小组黑豆 据说这个人到了老年,依旧精神绝朔 李守渝每尘水吞黑豆二七枚,到老不衰 意见良方提倡,黑豆要从小开始吃 对眼睛是有好处的 每一岁生吃一粒,自小福气 每年是岁数加减,永无掩换 在中医界也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叫补药一堆,不如黑豆一把 那么,黑豆的补,主要是补哪里呢? 补肾 本草纲目里说,豆有五色,各制五脏 为黑豆属水,可以入肾治水 消脏,下气,治风热而活血解毒 常使用黑豆可百病不生 本草求真里说,黑大豆胃肝性平 色黑体润,按豆形象似肾,本为肾骨 之所以说黑豆可以补肾 一个是因为黑豆色黑 中医认为肾主黑色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举个简单的例子 现在的很多人喜欢熬夜 熬夜的时候,哪个脏腑最吃不消? 肾脏最吃不消 所以一个人经常熬夜 慢慢地,那眼眶周围就会变黑 再一个,黑豆长得跟人的这个肾脏也很像 这么讲,听上去似乎有点牵强 但是在古代,我们的老祖宗就是这么认识事物的 专业术语叫取类笔相 比如看到花朵长在植物的顶端 由此便觉得花的药性是往上升的 看到植物的种子可以向下扎根 便觉得种子的药性是往下走的 同样的,黑豆也是种子 它一去到体内也是往下走的 而肾也在身体的下胶 所以黑豆的药性是可以走到肾中去的 总之,大家记住了 黑豆的功效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补肾来展开的 可以补肾一阴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 什么样的人要多吃黑豆 一,头发长不好的人要多吃黑豆 头发的话,最常见的问题不外乎脱发,白发 还有一种是发量少,头发又细又黄 在中医看来,肾虚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原因 为啥?岂不知发为肾之滑呀? 头发就像是肾开出的花一样 要想这朵花开得好 根虚当然得有力量 这样一来,它才能把营养源源不断地往上输送 经常吃点黑豆,补肾一阴 就等于是往根上浇水施肥 那头发能长不好吗? 对此,本草纲目十一里是这么说的 黑豆浮枝能一经补随壮丽润肌,发白厚黑 二,睡眠不好的人要多吃黑豆 我们说黑豆色黑入肾 其实黑色还代表着一种收敛之相 最简单的,到了晚上,大家结束了一天的活动 准备休息睡觉了,这就是一种收养生息 所以经常吃黑豆,对睡眠也是有好处的 三,如果说最近一段时间老是觉得疲劳 乏力,气色不好的人,也可以吃些黑豆 大家看小孩子在外面玩一整天都不会觉得累 因为小孩子的肾气是很足的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肾中精气也要走下坡路 疲劳、乏力也就在所难免了 《颜年蜜录》里说 翻译过来就是说 这黑豆吃了以后,不光会变得有力量 就连气色啊,精神状态啊,都会跟着好起来 还有的人一到幻季的时候就感冒 黑豆它补肾,补先天之本 就相当于是在增强人的这个抵抗力 再到幻季的时候就能平稳度过 四,腰酸背痛的人可以多吃黑豆 头晕耳鸣的人可以多吃黑豆 视力不好的人可以多吃黑豆 牙齿不好的人也要多吃黑豆 总的来讲就是要把肾养好 但吃也要吃对 关于黑豆怎么吃 古一书上也有很多记载 比如清代一家张石丸在《本经逢园》里 记载了一个方法 是把黑豆和青盐、汉莲草和手屋一块儿蒸 蒸好以后去掉药材,只吃豆 也有把黑豆和其他药材放到一起煮的 下面给大家推荐一个相对简单的食用方法 醋泡黑豆 这里用醋的酸味把黑豆的力量牢牢地锁住 这样的吃法古一有之 医住52病方中就有过记载 说黑豆煮醋 滋味肾 小便隆壁 方法也很简单 首先把黑豆放入锅中爆炒 所谓爆炒就是说火要猛 搅拌的速度要快 不然很可能就炒焦了 炒到什么程度呢? 炒到表皮蹦开 有香味溢出来 然后放入干净的容器中 再把醋倒进去 待凉后,把盖子盖好 密封一到二周就可以食用了 黑豆这么好 说它是豆中之王 一点也不为过 不同豆类的保健功效 我们都知道 豆子种类繁多,营养丰富 而且这些五颜六色的豆子 都各有不同的功效 今天就让我们来看一看 吃不同豆类有哪些好处 一,红豆,补血强心 红豆富含钾和膳食纤维 是粗粮家族中名副其实的 补血好手 对强心养血有很好的功效 二,黄豆 防止血管硬化 黄豆中的植物固醇 能降低人体胆固醇 减少动脉硬化的发生 其中的假元素 还可以协助排除体内过多的纳质 有助于降血压 三,白豆促进消化 白豆中含有很多种人体必须的营养素 尤其是维生素B 这种物质能推动身体消化线 对消化酶的代谢加速肠胃蠕动 四,绿豆 清热解毒 中医认为绿豆性凉未干 有清热解毒 只可消暑 利尿润肤的功效 只要身体中有火 都可以用绿豆去除 以上给大家介绍的几种豆类食品 都具有养生功效 但它们都需要做额外的制作处理才能食用 对有些人来说可能会比较麻烦 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这个豆子 是化血栓第一豆 却无需额外制作 只需要添加在日常菜测中即可 它就是豆豉 豆豉营养不输牛肉 豆豉对于老年人好处多多 在国际上已经被称为营养豆 它不仅开胃消食 去风散寒 还能预防脑血栓和老年痴呆症 实验证明 豆豉的营养几乎与牛肉相当 豆豉含蛋白质为39.3% 而牛肉为22.7% 脂肪含量 豆豉为8.2% 牛肉为4.9% 最重要的是它对血栓的作用 血栓患者的溶栓第一豆 我们都知道豆豉是发酵而成的 在这个过程中含有大量可以溶解血栓的尿基酶和维生素 因此吃豆豉可以改善大脑的血流量 有效预防脑血栓形成 对于预防老年性痴呆症也有很好的作用 豆豉的最佳食用方法 虽然豆豉是可以直接食用的 但豆豉在加工过程中会加入很多盐分 味道偏咸 所以并不建议大家直接食用 最好将豆豉做成菜肴来食用 可加入豆豉的菜色 豆豉蒸排骨 豆豉回锅肉 豆豉蒸鱼 豆豉鸡丁 鸡 鸭 猪肉 牛肉 都可以加入豆豉 豆豉中含有较多盐分 建议每天的食用量不要超过50克 尤其是中老年人更需要注意 以免摄入盐分过多 从而提升患高血压 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 自古以来 红豆都是滋补食材 只有宫廷和贵族的女人才有机会享用 它饱满圆润 色泽厚重 很多滋补食材和药扇里都会用到它 红豆富含铁质 叶酸等 具有利尿 消水肿 排水 补血 改善血液循环 使气色红润等作用 若要加强消水肿的效果 建议红豆搭配艺人 因为艺人含有酵素 膳食纤维 维生素壁 抗氧化物质等 可以帮助排水 利尿 甚至使皮肤透亮光滑 到现在 红豆再次受到老人们的热捧 因为很多研究都证实 红豆是非常好的减肥食品 而且非常适合女性 一 红豆消水肿 我们常说红豆瘦腿 红豆瘦脸 其实是红豆消水肿的功效 主要红豆是矿物质钾的仓库 是自然界食物钾含量排名前三钾的食物 以不假著称的香蕉和它相比 简直是小儿科 而且香蕉的热量还能高 减肥的女人哪敢多吃 二 红豆瘦小腹 虽然说没有所谓的局部瘦身食物 但是膳食纤维含量高的红豆能促进肠道垃圾排出 虽然脂肪没有真正减少 但是垃圾少了肚子自然感觉平坦一些 这也是我们追求的效果之一 三 预防和改善贫血 红豆不仅富含铁质 而且还含有促进铁吸收的维生素B2 所以能起到补铁补血的作用 所以很多老年滋补的药膳里都会有红豆 老年女性尤其适合吃 长期坚持吃健康更无忧 四 改善皮肤状态 主要通过两个途径 第一是前面提到的清肠通便 身体内在清爽了 外在的麻烦就能自然减少了 第二是红豆富含的著名美容营养素维生素B2 促进皮肤新陈代谢 预防和改善各种皮肤炎症 如汁易性提炎 冒油起豆等 五 口感绵软 自然的香甜 多吃粗粮的好处已经是富如皆知 一向注重养生的老人们当然不例外 可是大多数粗粮口感粗糙 味道寡淡 淡红豆不一样 它煮熟煮烂后 绵软香甜的滋味几乎让人忘了它是粗粮 而是天然的甜品 二 艺人 提到厨师首先让人联想到的是艺人 它的确是一味厨师窃币的良药 但是如果你只知道艺人厨师的作用 那你就太落后了 下面我们就来一起细数它的各种作用和保健功效 艺人用名义米是药师两用的常用药材之一 艺人要用最早记载在神农本草经 认为艺人擅长治疗风湿必痛 能够下气除湿 长期服用还可以轻身益气 中医认为艺人胃肝 淡 性凉 龟皮胃肺精 具有沥水渗湿 健皮除臂 清热排浓的功效 此外艺人还具有疏筋脉 除臂痛的功效 是治疗关节炎的常用药物及食疗佳品 可以单用 也可以与仓术 木瓜等一同调配药膳食用 一 美容养颜 艺人中含有维生素液和蛋白质 常识能使皮肤细腻有光泽 并能消除粉刺 色斑 改善肤色 经常服用可以起到滋润肌肤 防止脱发 延缓衰老的作用 二 驱失消肿 艺人可以促进人体新陈代谢 有很好的利尿 消水肿 排便 排毒的作用 三 降血糖 降血压 艺人含有大量维生素液和微量元素 能清除养自由肌 软化血管 可起到扩张血管和降低血糖的作用 高血压 糖尿病患而经常服用 有利于降低血压和控制血糖 能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四 降血脂 艺人中富含水溶性膳食纤维 可以吸附胆盐 减少肠道对脂肪的吸收 从而降低血脂 长期服用可以有效降低胆固醇 减少心脑血管病的发病几率 五 防治矫气 艺人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B1 维生素E 能有效预防和治疗矫气 六 防癌抗癌 艺人内含的抑乙之能抑制 癌细胞生长 其所含的锡元素 能有效抑制癌细胞的繁殖 长期服用能增强肌体免疫力 减少肿瘤发病几率 一般人群均可食用 适宜各种癌症患者 关节炎 急慢性肾炎水肿 癌性腹水 面肤脂肿 脚气病腹肿者 油坠 美容者 青年性扁平油 寻常性坠油 传染性软油 青年粉刺疙瘩 以及其他皮肤营养不良粗糙者 适宜肺胃 肺庸者食用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 据前人经验 妇女怀孕早期计时 另外汗少 便秘者不宜食用 除了红豆一米外 这里还有一个养生五红汤 也建议大家收藏 因为有些中老年人出现脑工血不足 头晕现象很明显 整个人显得没精气神儿 对于这种疾病 养生五红汤就是一个很好的食补方子了 花生加红豆加红枣加枸杞 熬粥具有滋补身体的作用 红枣中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 具有滋补脾胃的功效 可以起到养血安神的作用 能帮助治疗脑工血不足 能改善气血虚亏的问题 坚持每天喝养生粥 能改善脑工血不足 红枣 性温味干 含有蛋白质 脂肪 糖 钙 铃 铁 美极丰富的维生素 此外还含有胡萝卜素等 营养十分丰富 民间有天天吃红枣 一生不咸老之说 红枣不仅是人们喜爱的果品 也是一味滋补脾胃 养血安神 治病强身的良药 红豆 气味干 酸 平 无毒 龟肺 心 脾经 有疏风轻热 造食止痒 润肤养炎的功效 其内服有化石补皮的功效 对脾胃虚弱的人比较适合 在食疗中常被用于高血压 动脉周样硬化 各种原因引起的水肿及消暑 解热毒 健胃等多种用途 外肤则可将其研磨沉没 涂在皮肤上 可治疗面部黑斑 搓疮 鼻 头面油风 花斑悬等 营养学认为 红豆含有较多的造脚带 可刺激肠道 因此它有良好的利尿作用 能解酒 解毒 对心脏病和肾病 水肿有益 另外 红豆皮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进食红豆时不要去皮 可获得较多的膳食纤维 进而起到润肠通便 降血压 降血脂 调节血糖 解毒抗癌 预防结石 健美减肥的作用 花生 胃肝 性贫 龟皮 肺精 健脾养胃 润肺化痰 主皮须不孕 反胃不输 乳腹乃少 狡气 肺造咳嗽 大便造结 花生中所含的脂质 基本都是不饱和脂肪酸 其中占一半的比例是 但不饱和脂肪酸 花生中含有多种蛋白质 氨基酸的组成也十分多样 星号的八种氨基酸 除了赖氨酸的含量较少以外 其他氨基酸含量都很丰富 枸杞富含枸杞蛋白多糖 天然维生素C 胡萝卜素 甜菜碱 抗坏血酸 盐酸 亚油酸 钙 磷 铁等多种营养成分 具有滋肾润肺 抗肿瘤 饱肝 智虚安神 明目驱风 炎年易寿等作用 既是植物型滋补品 又是营养性食品 枸杞是纯天然果实 是没有副作用的 但每天也不要过量的吃 否则容易上火 花生加红豆加红枣加枸杞 几种食材搭配在一起 养生防病作用很不错 红豆和红枣具有调理器械 滋补脾胃功效 花生健脾养胃 润肺化痰 枸杞置虚安神 饱肝明目功效也很明显 而且这是治疗脑穴不足小妙招 如果一旦人们脑穴不足 就会变得气色差 或是经常头晕乏力 不及时治疗的话 身体免疫力慢慢变差 因此大家如果有脑穴不足症状 可以试试这种食疗方法 达到调理身体 促进大脑健康的目的 但是要注意 高血压 糖尿病患者不建议 一起吃这四类食物 可能会影响血压 血糖的控制 加重病情 此外 不可以和虾 螃蟹等含粮性质的食物 一起食用 可能会导致腹泻 腹痛 呕吐等症状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被称为 绒栓第一豆的食物 豆豉 豆豉在国际上被称为营养豆 它所蕴含的营养物质非常丰富 有蛋白质 脂肪和碳水化合物 以及胆碱 黄跳令 胡萝卜素 维生素 B族 钙 钾 多种氨基酸等 豆豉的营养几乎和牛肉相当 更为神奇的是 豆豉中还含有大量的能够溶解血栓的尿基酶 能够有助于改善血管中的血流量 刺激血液流动 有效的预防血栓 很多人会觉得豆豉是用黄豆或者黑豆做成的 那吃这两种豆类会不会有同样的效果 其实 豆豉经过发酵后 产生的大量微生物和细菌 是能够产生维生素B和抗生素的 而尿基酶也是在发酵的过程中产生的 因此 将黄豆或黑豆制做成豆豉 才能达到溶血栓的效果 那么接下来就教大家如何自制豆豉 第一步 准备一斤左右的黄豆或者黑豆 将其中腐烂的坏的豆子拣选出来 需要注意的是黑豆溶血栓的效果要比黄豆好 所以大家尽量选用黑豆为家 第二步 将为清洗的豆子直接倒入锅中 开小火慢炒 一直炒到豆子的表面开裂 有微微的锅巴为止 第三步 将炒好的豆子倒入凉水之中 浸泡三个小时左右 可以适当地加入一些盐 帮助豆子更好地吸收水分 第四步 将浸泡好的豆子用凉水冲洗几遍 洗去表面的脏东西 第五步 将豆子凉水下锅 开火煮熟 然后捞出控干水分 第六步 准备一个透气的筐 一定要用透气的工具 这样黄豆才能充分发酵 然后在筐中放入一块纱布 将煮好的豆子放入纱布中包裹起来 再在纱布表面盖上一条干净的毛巾 第七步 将筐拿到温暖的地方进行发酵 大概需要四天左右的时间 发酵后的豆子表面 应该是能够拉丝的 第八步 加入少量白酒沙菌 再加入一些盐调味 然后充分拌匀 第九步 将豆子放在晾晒框中 或者是能晒到太阳的平台上 一定要将豆子全部摊开 保证每一颗豆子都能晒到太阳 如果天气好的话 大概三天左右的时间就能够完成晾晒 最后将晾晒好的豆子装停即可 做菜的时候 放入适量的豆子 不仅可以调味 还可以预防血栓哦 不过还是要提醒老年人注意的是 豆子虽好 但也不能多吃 每日以五十克为夷 此外 豆子制作过程中 已经加入了不少的盐 所以在做菜的时候 就不要添加过多的盐了 最后 喜欢吃豆豉 又想要预防血栓的朋友 一定要回家 是一事哦 接下来再给大家讲一个 血栓发生的六个暗号 一 哈欠不断 患缺血性 脑血栓病者 80%发病前五至十天 会出现哈欠连连的现象 二 血压异常 血压突然持续升高到 2120mAh以上时 是发生脑血栓的前兆 血压突然降至8050mAh以下时 是形成脑血栓的前兆 三 高血压病人的鼻出血 这是值得引起注意的一种危险信号 数次大量鼻出血 再加上眼底出血 血尿 这种人可能在半年之内会发生脑血栓 四 不态异常 步履蹒跚 走路腿 无力是偏瘫的先兆症状之一 如果老年人的不态突然变化 并伴肢体麻木无力时 则是发生脑血栓的前兆信号 五 突然发生眩晕 眩晕是脑血栓的前兆中极为常见的症状 可发生在脑血管病前的任何时段 有以清晨起床时发生的最多 此外 在疲劳 洗澡后 也依发生 特别是高血压患者 若一至二天 反复出现五次以上眩晕 发生脑出血的危险性增加 六 突然发生以下情况 任何突然发生的剧烈头痛 伴有抽搐发作 近期有头部外伤时 伴有昏迷 试睡 头痛的性质 部位 分布等发生了突然的变化 因咳嗽 用力而加重的头痛 疼痛剧烈 可在夜间痛醒 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下预防 防栓 重点在早上 临床观察发现 清晨是关心病突发心肌梗 高血压等突发中风的多发时刻 百分之七十至八十 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都是在早晨六至十点 其中最危险的时候 就是我们刚刚睡醒的一刹那 可以说 防住了早上血栓的突袭 就能避免绝大多数的意外 预防的重点 有以下几个 一 稳压最重要 血压突然升高或者降低 都会直接导致血栓的脱落或者形成 所以说稳定血压最重要 稳定血压 有这么几件事 效果又好又简单 一 天气一变 赶快拉响防栓警报器 老年人对天气适应能力减弱 过冷过热 皆可使血黏度增加又发脑中风 因此 一定要随时注意天气冷暖的变化 随时增减衣服 二 早上别着急起床穿衣服 如果一睡醒 就匆匆起床穿衣服 身体从长时间的休息状态 突然改变体位进入到活动状态 人体交感神经系统迅速激活 老年人调节能力差 亦发生体位高血压 再者 经过一晚上的人体处于静止状态 血液粘稠度增高 血管阻塞发生几率大 也有可能会加剧 肱血不足 引发心脑血管疾病 三 遇是别着急别生气 很多中风 心梗的发生 都和情绪激动有关 因为情绪激动时 肾上腺素大量释放 会直接导致血压迅速上升 刺激血栓脱落 二 饮食不能对付 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 血栓这类疾病 更适合吃蜜不可分 平时饮食上注意点 比啥药都管用一万倍 要想控制体内的血脂水平 防止心脑血管疾病 平时就要少吃一些油腻重口的食物 多吃水果蔬菜 一 保证充足饮水 喝点茶更好 夏季脑血栓多发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汗多 而喝水少 夏季气温高 人体会大量排汗 丧失水分 如果未得到及时补充 容易造成脱水 脱水会使血容量减少 血液粘稠 血循减缓 微小血栓容易形成 发生脑血栓的概率自然会增高 专家提醒 老年人夏季一定要及时补充水分 不可也要多饮水 并且适当补充盐分 每天每人摄盐量 不得超过五克 半夜醒来时适量喝点水 以降低血液粘稠度 对预防血栓形成大有好处 空调温度控制在27至28摄氏度 注意不要直吹 同时定时开窗通风 保持室内空气清新 茶叶含有茶多酚 能提高机体抗氧化能力 降低血脂 缓解血液高凝状态 增强红细胞弹性 缓解或延缓动脉周样硬化 经常饮茶可以软化动脉血管 二、易手心坚果 软血管护心脏 很多人把坚果当零食 认为可有可无 但是无数调查研究证明 每天吃坚果的人 血管更干净 血栓风险更小 而且大脑更年期 很多疾病 癌症的风险也更小 选坚果一定注意 选没有调味的 尽量少做开口处理的坚果 这样的坚果 味道好 营养保存好 保质期也长 更不会摄入过多给身体 带来负担的成分 比如盐、香精等 每天也别吃多 一手心的裹仁刚刚好 三、吃点三七单身 能防能治效果好 把三七打成粉 每次一刻充服 能有效预防和治疗血栓 单身是公认的清热凉血活血氧血的中药 一药成一方 打成粉可以活血化瘀 杜绝血栓 功效确切 除了饮食方面 运动也是必不可少的 这对身体有绝对的好处 三、运动通血管 运动的好处千千万 对心脑血管病 血栓的预防效果 对三高的逆转效果 尤其突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